好另外现在两岸交流频繁交通部观光局就发现 大陆人特别是爱吃鳖哦 台湾人倒是还好而已 不过现在算一算大陆每年是吃掉了五亿只鳖 其中有三亿只就来自台湾 而且是艳客重要贵宾的特选佳瑶 来台观光的陆客时仓就大呼说台湾鳖好便宜哦 交通部观光局就看好这块市场了 决定要对大陆及东南亚市场来推广台湾鳖养生料理